拿到一个冠军啊 这是定义会第五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这是2012年的威尔士公开赛的决赛啊 对战塞尔比赛大师 看看好 塞尔比啊 一些发位 嗯 这样直接打进以后 右上顶的咖啡球啊 超长的架干 嗯 一想起这超远的架干 想起艾伦有一场比赛啊 是哪一局我忘了啊 是也是打完以后 没能收没能及时的收回来啊 而且是将台面上的红球给打散了啊 也是闹的也是通常大笑啊 闹了个笑话 嗯 看看这一杆 嗯 漏了一个长台给到定计会啊 右下底带 哦 看看路线 好 看看 右下底带的这一颗 嗯 打的上面这一颗打进啊 是非常的干脆啊 嗯 警工的信念很足啊 这样粉球可以去打一个左下底带啊 好球 嗯 打你以后走下来 嗯 台面上的球形啊 先将好打的打进啊 应该是可以把那种一个超分的 好 先将黑球给回到点位上啊 以便于下面的连接 嗯 黑球打进回到点位啊 继续 右下底带啊 最右侧脚上这一颗 带口的这一颗啊 好 低杆上来以后 嗯 这一杆是去叫绿球了啊 绿球下来 看看有没有单下的话 粉球上面这一颗啊 粉球上面这一颗啊 而且粉球这一颗 可以去叫一个左下的中带啊 好 看看能不能走下来 嗯 好 中带的位置是可以叫到啊 那么台面上还有三颗贴边的红球啊 嗯 嗯 看看这一颗啊 嗯 这一杆要架干了啊 右下底带的这一颗 啊 丁俊辉 现在是领先的二十分啊 台面的七五三 嗯 右侧的一颗打击以后交到黑球 嗯 塞尔比 嗯 有些 嗯 好 这样 塞尔比是有点紧张啊 好 好一个中国干推进啊 嗯 一直给赛大师的表情抱啊 好啊 顶头一颗来但是不太理想 好啊 这一杆应该要断了啊 去做防守了 台面的五十九分 好 这一杆应该是断了啊 没有更好的连接了啊 这是三颗贴边的红球也是比较难的 嗯 嗯 这样只能去攻防啊 嗯 然后去打破绽啊 嗯 这一杆领先三十六 台面还剩五十九分啊 好 这一杆三十比是防得非常的到位啊 哎 停在咖啡的上面 嗯 好球啊 这样盯进会也是欢迎颜色啊 做得是非常不错 嗯 看看这一杆 哎 哎 截到了粉球啊 罚分以后 嗯 嗯 给到一个自由以后 左下底带打进 然后看看上面的篮球向下的角度 哎 一定是先下的角度啊 台面还剩三颗红球 看看 能不能起来 哎 最上面那一颗 最右侧这颗红球应该是 可以做防守的啊 直接将白球走上去啊 嗯 嗯 没能打进 但是这一杆是绝对带着防守的 办法去打的啊 没能打进 嗯 没有办法 哦 台面的51分 哎 塞尔比也是没能拼进啊 嗯 左下底有一个反角度留给了丁俊辉一个机会 嗯 那么这一局 不太好说了啊 马上要超分了丁俊辉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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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球 右上领带 薄金以后 台面还剩43分啊 定竟会领先55分 凝视超分了 这一局 基本上没什么悬念了 嗯 打劲啊 嗯 这一杆要断了 不过 看看塞尔比已经拧平盖准备收拾东西了 恭喜丁俊辉拿下一个冠军啊 这是第五个排名赛的冠军 2012年的卫尔市公开赛的决赛 对战塞尔比 两人也是 嗯 两人也是 激大了15局 啊 丁俊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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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手 辈队 这兵辉